羅勇文和大家看天氣 高壓積正是影響中國東南部 本港今日大致都是天情 衛星雲圖見到,香港附近雖然有些雲 但雲層很薄,日間陽光都不錯 有陽光風射都不大 我們看看由午夜至下午五點 天文台錄得的氣溫介乎20.7至25.8度 六點鐘氣溫有23度,相對濕度82% 交備天氣先生,說下週末天氣 月七早晚部分時間多雲和有幾乘的薄霧 最低氣溫大約21度 明天日間大致是天晴,天氣溫暖 最高氣溫有大約27度左右 吹輕微至和緩的偏東風 而星期日還會天晴溫暖 高溫就有28度 不過下星期初受到一股東北季後風的影響 雲涼又會多一些 到下星期的中期,季後風就會緩和 氣溫到時又會逐步回升 直到最高的28度左右 而月七天上午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介乎低至中 月七最高指外線指數會是9 強度屬於岑高 再看看其他城市的天氣 廣州多雲,澳門又無 廈門多雲,台北都是多雲 上海有雨,北京多雲,沈陽天晴首爾多雲 大阪沒甚麼陽光,東京明朗 曼谷雷暴,吉隆坡新加坡都有雷暴 納吉達趙語,匯治明市有雨,馬尼拉雷暴 去到南半球的墨爾本,色尼和布里斯班都有趙語 澳克蘭明朗,溫哥華天晴,山凡席有無 洛杉基都有無,紐約多倫多是天晴 有著方面,倫敦多雲,巴黎阿姆斯特丹天晴 巴蘭克福多雲,蘇黎世友趙語 天氣又講到這裏,各位真會愉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